主料,红枣100克,糯米粉50克,辅料,芝麻,蜂蜜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红枣清洗干净泡2个小时以上,糯米粉,加水和成团,泡好的红枣聚合,将糯米搓成条加到红枣里,凉水锅下锅,锅开后再蒸10分钟,芝麻用锅炒一下, 如果撒芝麻及蜂蜜即可食用,烹饭技巧,一,红枣又鲜肉大,的冰泡石要泡斩,二,糯米粉和织布粘手,如果粘手可抹点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